25岁小仙女嫌弃月如是万男友太懒 但又舍不得每月八万的零花钱 于是在闺蜜的搜注一下 她决定用前男友的优点作为激将法 不料这无脑之举 竟成了分手的导火索 当她不顾一切地赞扬前男友时 现任非但没有决心 反而当场提出了分手 让小仙女的世界瞬间崩塌 在她看来 自己条件优越 虽然八万零花钱十分诱人 但真爱无价 虚细细比较 可男友的不结于嘲讽 如同利剑穿心 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伤害的滋味 躺在床上的日子里 踏实不知味 夜不能寐 心中满是对未来的迷茫和对过往的悔恨 闺蜜见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四处寻求帮助 最终请来了调解员 推开访门一股刺鼻的油烟味迎面而来 众人慌忙开窗头起 只见阿晴泪眼婆娑 经过一番劝慰 她终于吐露心声 原来她曾是五星级酒店的经理 因美猫与智慧并存 追求者众多 疑似冲动 她选择了帅气雀跃星五千的前任 但最终因物质差距分道扬镳 之后她谨慎挑选 又遇见了年长是五岁才里雄厚的现男友 本以为找到了归宿 却不料运气被对方冷落 为了寻回爱情 阿晴踏上寻找之路 水产市场的扑空 工地的无功而返 让她的情绪接近崩溃 于是她不顾一切地爬上楼顶 准备来一次说非就非的旅行 这惊人之举 实则是她绝望中的挣扎 只为要男友现身 幸运的是 这危险的一幕过真出动了男友 为了房地产的顺利施工 工长心急如焚 即刻拨通了南方的电话 随后 双方约定在调解室内面对面交谈 然而会面之处 南方就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 原来 当初两人情深意浓 共会未来蓝图 包括一旦怀孕就步入婚姻殿堂的愿景 但随着时间推移 南方惊觉自己不过是女方 众多追求者中的一名铁头娃 崔克 她挺着大肚子找上门来 这样的真相让她难以接受 更何况 那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皆有青年所见为证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指责 小仙女立即起身反驳 并讲述当时完全是一场误会 那天两人因小事起了争执 心情低落之下 她以加班为又告知男友不回家 转而于酒店的一位男经理 恭敬夜宵 却不料着一幕恰巧被男友撞见 加深了彼此的隔阂 尽管她解释那是为了工作洽谈 但男友并未买账 孩子的到来更是让误会 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 为求真相打败 她甚至请来了那位男经理 作为证人 然而 当男方展示所谓证据时 现场气氛骤然紧张 但众人审视过后 却发现两位经理间的交往并无不妥 真相的天平逐渐向女方倾斜 她顿时感到委屈涌上心头 认为自己为这段感情付出了许多 却换来如此待遇 心中怎能没有怨恨 正当局势似乎要反转之际 男方的一句肺腑之言 让整个房间的气氛降至冰点 原来 她曾拥有一个美满家庭 是阿晴的介入让一切分崩离析 如今她面临生意困境 唯有前妻伸出援手 而女友却未能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反而不断制造事端 崔克她已不再关心孩子的血缘问题 只想尽快结束这段充满纠葛的关系 双方各自一词 挑截努力似乎只是徒劳 最终二人不欢而散